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非常可爱的小米奇包 用的线是蚕丝蛋白绒 然后包包的主体我们需要准备 两根线啊 就是双根线来勾 其他的小配件呢都是一根线勾的 那么勾针我们也要准备 两把 一把稍微粗一点,一把细一点的 像我呢是双头勾针啊 4号和3号 线的搭配呢就大家自己来定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包包的容量 我这里面呢只给他装了一盒这种腮红 装的东西不多啊 那大家还要准备两个这样的按扣 接下来我们开始 首先环形 然后第1圈 勾6个短针 这是第1个短针的针目 新手姐妹可以在第1针做一下记号啊 6个短针勾好之后 大家把线圈给他收紧啊 和第1针引拔 锁一针 接下来第2圈 每针加针 勾出12个短针来 第2圈勾完了 和第1针 引拔 接下来第3圈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引拔的针目勾一个短针 第2个针目 第2个针目 加针 第3个针目 一个短针 第4个针目 加针 第3圈按这个规律 把它勾完 总共18个短针 第3圈勾完了 和第1个短针的针目引拔 锁一针 现在勾第4圈 2个短针 一个加针 然后第4圈 我们要错开加针啊 现在引拔的针目勾一个短针 第2个针目勾一个加针 接下来 2个 短针 这两个短针是分开的啊 再下一针 一个加针 然后又是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大家把第4圈勾完 勾到最后一针是一个单独的短针啊 第4圈勾完 总共24个短针 然后和第1针引拔 锁一针 我们来勾第5圈 3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一圈呢 不用错开加针啊 直接勾3个短针 然后第4个折目里面 加针 第5圈 大家自己把它完成 勾完之后呢 30个短针 每一圈勾完之后 都是和第1针引拔 接着锁一针 再勾下一圈啊 那现在我们来勾第6圈 4个短针 一个加针 也要错开加针 所以我们先勾2个短针 所以我们先勾2个短针 1个加针 接着4个短针 1个加针 全部都是4个短针 全部都是4个短针 1个加针 勾到最后还剩2个短针啊 第6圈勾完了 接下来第7圈 第8圈 第9圈 都是不加不减 勾36个短针啊 在每一个针目上面 都勾1个短针 第9圈的最后一针 我们勾一个未完成的短针 然后换黑色的线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红色的线剪断啊 等一下一起给它压到里面 如果不剪的话 我们就这样稍微拉紧一点 放在外面来 现在我们要勾第10圈 这一圈呢是挑 后半针来勾啊 第1针这里我们引拔 也是挑后半针来勾的 锁一针 这样勾短针 下一针 短针 把这个黑色的线给它压到里面 这个短的线头 不加不减 也是挑后半针勾36个短针 好第10圈勾完了 我们和第1针引拔 挑整个针目来引拔啊 锁一针 那现在从第11圈到第17圈 我们要勾7圈不加不减的36个短针 好我这里已经勾完第17圈了 大家可以从第1圈往上数 看一下你们是不是也勾到第17圈了啊 接着和第1针引拔 锁一针 这里可以断线 这里可以断线 留点点线头啊 等一下给它压到里面 接下来 我们从第10圈的红色线这个地方 还有外半针啊 就是前半针 我们从第1针这里穿过 把红色线勾过来 锁一针 然后在每一个前半针这里 都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 外半针这里勾完一圈的短针之后 和第1针引拔 也是36个短针啊 锁一针 然后我们再不加不减 勾36个短针 再给它勾一圈 第二圈勾完了 最后这里 我们不用和第1针引拔断线 留点点线头啊 我们和第1针这里 做一下引型的连接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包盖部分 引拔的这个是在中间啊 我们这样对折 然后往右边数到第7针 1 2 3 4 5 6 7 好勾针 穿入第7针 再把黑色的线拿出来 也是双根线啊 锁一针 接着我们 往左边 勾14个短针 就是从引拔的这一条右边7个短针 然后左边也是7个短针 这样子 刚刚尖线的这个地方 我们穿过 给它勾一个短针 短的线头都给它压到里面去啊 两个 三 四 好大家把它勾完14个短针吧 然后这些线头一定给它压好啊 第一行 第一行14个短针勾好之后 接下来第二行 锁一针 翻转 还是不加不减的勾 14个短针啊 这是第二行 然后第三行跟第二行是一样的 也勾14个短针 第三行也勾完了 锁一针 翻转 现在我们来勾第四行 第一针这里 勾一个加针 然后中间勾12个短针啊 一 二 三 一直勾到最后一针 最后这一针呢 我们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四行就是两边各加一针啊 中间不加不减 12个短针 然后总共16个短针 接下来第五行 第六行 第七行 我们要勾三行不加不减 16个短针 一个变质针翻转 在每一个针目只勾一个短针 勾完第七行 我们锁一针 断线 接下来从包盖的右边 第一针啊 这里 接线 接线 锁一针 然后在刚刚我接线的这个针目里面 我们勾一个短针 侧边这里我们总共要勾六个短针啊 一个 然后下一针 然后下一针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然后到最 上面这里啊 这一针 这里有个针目 我们在这个针目里面勾三个短针 就是拐角的地方我们勾三个短针 同一个针目里面勾啊 这里是黑线 大家看的不怎么清楚 大家看的不怎么清楚你们 一定要听着我讲 好 接下来这里中间不加不剪勾十四个短针 一直勾到这边 最边上的这一针啊 中间不加不剪勾完十四个短针 然后边上这一针 最后一个针目 也是勾三个短针 两个 三个 好 接下来往侧边这里 又勾六个短针 一 二 短针 短针的线头给它压到里面去啊 三 四 五 六 好 这样我们勾完了 断线 然后呢 把线头给它藏在织物的里面去 这样呢 我们的包包主体就已经勾完了 接下来开始勾它的手 接下来我们勾它的手 用单线来勾 不用双线了啊 第一圈环形 勾六个短针 一个 两个 六个短针勾好了 我们把这个线圈给它收紧 然后和第一针引拔 短的线头给它放在钩针上 现在来勾第二圈 锁一针 这一圈是每针加针 勾完之后呢 是12个短针啊 那大家把第二圈勾完 第二圈勾完了 现在来勾第三圈 三个短针 一个加针 勾完之后 15个短针啊 三个短针 一个加针 勾三组 第三圈勾完了 第三圈勾完了 接下来第四圈和第五圈 不加不减勾 15个短针 这两圈 大家自己把它勾完 第四圈 第五圈勾完了 接下来第六圈 三个短针 一个剪针 剪针呢 我们是挑外面这根线啊 两针 并为一针 这样子 勾线过来 然后勾一个短针 这就剪了一针了 接下来又是三个短针 一个剪针 重复三组啊 勾完了 还有12个短针 第六圈勾完了 和第一针引拔 锁一针 线呢 稍微给它拉松一点 接下来开始勾第七圈 绕线 我们在第一个针目里面 勾五个未完成的长针 这是第一个 两个 三 四 如果你们觉得勾五个太挤了 勾四个也可以啊 我呢是给它勾了五个 勾完之后呢 全部绕线 通过所有的线圈 总共有六个线圈的啊 接着再给它锁一针 接下来到下一个针目 第二个针目里面 勾短针 一直勾到最后啊 总共有11个短针 勾完之后我们再第一针 也就是锁了一针的这个针目 引拔 拉紧 然后立一个起立针 再引拔的这个针目 勾短针 现在勾的是第八圈啊 每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总共有12个短针 第八圈 第八圈勾完了 和第一针引拔 锁一针 现在来勾第九圈 两个短针 一个剪针 一 二 然后一个剪针 也是勾三组啊 勾完之后 还剩九个短针 大家把第九圈勾完 好 接下来勾第十圈 不加不减 勾九个短针 每个针目里面 勾一个短针 大家把第十圈勾完 第十圈勾完 最后一针 是一个未完成的短针 我们换黑色的线 这根线呢 我们可以不用断线啊 把它放在外面来 等一下还要用的 加带线 和第一针引拔 我们勾第十一圈呢 也是挑后半针来勾 所以引拔的这个 第一针 也是挑后半针引拔 这样子 拉紧 锁一针 接下来 这一圈呢 就是不加不减 挑后半针勾 九个短针 第十一圈勾完了 和第一针引拔 挑整个针目来引拔啊 锁一针 接下来 第十二圈 十三圈 十四圈 这三圈呢 又是不加不减的 勾九个短针 这里呢 我就不演示了 大家把这三圈勾完 第十四圈 也勾完了 然后和第一针引拔 锁一针 断线啊 有长一点的线头 我们需要缝合用的 把它拉出来 接下来我们回到第十圈 还有半根线 从第一针这里 开始把线勾过来 锁一针 在每一个针目这里 都勾一个短针 都挑这个半根线啊 总共呢 有九个短针 勾完这一圈 然后往下面 再勾两圈的 不加不减 那这里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完成了 勾完之后 我们在最后一针 断线 然后把线头拿出来 和第一针 做一下乙型的连接 回到最后 这个针目的中间 穿过去 把它拉一拉 接下来把线头 藏在织物的里面去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 给它翻下来 把线头给它剪断 接下来我们 要在手背上 缝三条黑线啊 我这种线 它一根里面有六股 然后现在我只用 四股来缝啊 把它拆出来的 我们呢 从侧边 将入针 穿到前面这里 留点点线头啊 然后再往下面来 这个地方 再给它穿过去 穿到上面去 然后中间这一条呢 我们就给它往下面 多出一行啊 然后这一条呢 也跟前面这一条一样的 给它穿到 开始的这个线头的地方 这样三条黑线就缝好了 我们把这里打结 然后断线 把这个线头呢 给它带到里面去啊 接下来 大家按照相同的方法 把另外一只手勾完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缝这三条黑线 就是要分左右两边的啊 这个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好那接下来 我们开始勾脚的部分 现在我们来勾它的脚 首先来勾六个变质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然后倒回第二针 开始勾短针啊 一 二 三 四 好到最后一针 这里呢 我们同一个折目 勾三个短针 两个 把线头给它压到里面去 三个 接下来 一 二 三 我们先勾三个短针 对应的回勾啊 一 二 三 大家可以把下面的这根线 给它剪断 然后到开始的这一针了 我们只勾了一个短针 现在同一个折目里面 再给它勾两个短针 然后和第一针引拔 这样的是底部的第一圈啊 总共有十二个短针 接着锁一针 现在来勾第二圈 先勾一个夹针 然后三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在上一圈 我们这里勾了三个短针 这三个针目都是勾 下针 勾完之后呢 三个短针 一 二 三 最后还两个针目 勾两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了 然后下一针也是加针 和第一针引拔 这一针 这一圈勾完有十八个短针啊 接下来 第三圈到第五圈 不加不减的勾十八个短针 锁一针这里 第五圈勾完了 然后和第一针引拔 锁一针 现在来勾第六圈 我们先勾五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然后勾一个减针 接下来这三针 我们把它合为一针 两针 然后第三针 绕线一起带过来 然后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再勾一个减针 这是两针合为一针的啊 接下来 勾六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然后和第一针引拔 锁一针 第六圈勾完总共十四个短针啊 接下来我们勾第七圈 先勾三个短针 一 二 三 然后勾三个短针 是两针 合为一针的 这样子 一个了 两个 三个 然后后面还有五个短针 然后后面呢还有五个短针 然后后面呢还有五个短针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接着合第一针引拔 第七圈勾完还剩十一个短针 现在来勾第八圈 我们先勾三个短针 一 二 二 三 然后呢 我们要勾三针 合为一针的啊 都是挑外面这根线 两针 三针 带线过来 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后面还剩五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这样呢第八圈勾完了 这圈总共还有九个短针啊 和第一针引拔 锁一针 接下来第九圈 第十圈 不加不减 每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这两圈呢 都是有九针啊 那大家自己完成吧 勾到第十圈 我们最后一针先不用勾 接下来呢 往里面塞一点棉 把棉放好了 大家呢也不需要给它塞得很满 接着 还有最后一针 这里勾一个未完成的短针 换黑色的线 这个黄线呢 给它放在外面来 等一下还要用的 然后和第一针引拔 第十一圈我们是挑后半针来勾 所以引拔的地方 也是挑半根线 里面这根线啊 这样来引拔 锁一针 这一圈的勾法是 一个短针一个剪针 引拔的针目一个短针 我们挑后半针来剪针的话 是我们先勾未完成的短针啊 挑半根线 这里呢太小了 把线挑过来 然后下一针 也是把线给它挑过来 然后三个线圈啊 带线 这样就剪了一针 接着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一个剪针 大家把第十一圈勾完 还剩六个短针啊 第十一圈勾完了 接下来从第十二圈到第十五圈 不加不减勾六个短针 每一个针目上面勾一个短针 这四圈不加不减呢 大家自己去完成 第十五圈勾完了 我们给它断线 稍微留长一点的线头啊 接下来回到第十圈 挑前半针 从第一针开始勾线 锁一针 这一圈呢 我们是勾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啊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然后第三针目里面加针 接着又是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重复三次 把这一圈勾完 勾完之后总共十二个短针 和第一针引拔 锁一针 接下来第二圈和第三圈 不加不减勾十二个短针 勾完之后呢 大家就和第一针做一下隐形的连接 把线头给它藏起来啊 上面这里给它做好之后 给它翻下来 接下来我们缝它边上的黑色条纹啊 我这里呢 用两股线来缝 我们从上面黑色的这个地方入针 然后穿到前面来 这里的线头也给它留一点 最后我们给它打结的啊 然后我这里是这样缝的 每一针都缝到 给它缝一圈 缝到最后这里 我们给它穿到下一行 然后也是这样 一针一针的给它缝一圈 好缝到最后这里了 接下来 我们还是这样 给它穿到里面 到底部这里来啊 看一下 从第二圈 这里 第二圈 这里出来 然后还是和上面一样的缝法 大家把这一圈缝完啊 缝好之后 接着我们往上面一行 再给它缝一圈啊 缝好之后呢 就直接把线穿到刚开始 我们这个线头这里 同一个地方打一个结 然后把线头给它用勾针 穿到里面去 这样就完成了 你们按照相同的方法 把另外一支也给它勾完 接下来我们勾包包前面的 这个小扣子 先勾五个变纸针 一二三四五 然后倒回第二针 开始勾短针 一个 下一针 短针 接着下一针 一个短针 勾了三个短针了啊 在最后这个折目里面 我们勾 同一个折目勾三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接着往回勾 两个短针 对应的勾啊 一 二 然后到前面这一针 然后到前面这一针 同一个针目 我们再给它勾两个短针 接着这里断线 稍微留长一点的线头 在最后一针就给它断线啊 把它拉出来 我们拿缝合针 和第一针这里做一下隐形的连接 把线带到后面就可以了啊 这里呢 大家也要勾两个 接下来我们学习这款包带的勾法 大家也可以勾一条虾便作为这个包带啊 长度呢 你们自己定 把它勾长一些呢 就可以斜跨的 到最后 我再给你们讲一下 这些小部件的缝合位置 这个包带呢 我就用四股牛奶棉的线 给大家做演示 我们首先勾三个变质针 一 二 三 然后绕线 回到第一针 勾一个长针 接着三个变质针 绕线 回到第一针的里山 勾一个长针 重复 三个变质针 绕线 回到第一针的里山 勾一个长针 一直这样勾到你们需要的长度 当你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了 我们最后这里锁一针 然后断线 接下来拿另外一个颜色的线 勾边上啊 我们先来打一个活结 然后从这里随便拿一头 正面朝上啊 我就从第一针 我就从第一针这边开始 把线圈给它勾过来 勾三个变质针 然后到第二组的这个洞里面 勾一个短针 三个变质针 洞里面 短针 重复 大家呢 把它勾完 勾到包带的另一头 我们在这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然后三个变质针 给它转过来 同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勾一个短针 我们往回勾啊 三个变质针 同一个洞里面 短针 一直给它勾到最开始的这一头 勾到最前面这里了 我们同一个针目里面 勾一个引拔 锁一针 然后断线 这样包带就勾好了 我们把所有的小配件勾好之后 接下来开始缝合 但是缝合的过程 我们有给大家演示出来 跟你们讲一下它缝在哪个位置就行 包带呢 就缝在袋子里边两侧 然后包盖 还有包身这里 缝扣子啊 手呢 我们就缝在包包 从上面数 一二 三四 二到四圈之间啊 两边都是一样的 前面这两个扣子 你们就大概一下这个位置 对比一下 在中间啊 给它缝起来 脚呢 这个腿啊 我们就缝在 一二三四 五 三四五 之间啊 那接下来呢 就大家自己去完成了啊 好了 那本期的米奇包包教程 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